Leroy正在做他每两天就要做一次的事 为他工作的餐厅换榨油 他先将旧油流掉 还特地让我看看锅底累积的残渣 紧接着他倒入专业用的清洁剂 清洗刷过之后再倒入新油 整个过程大概要20分钟 已经有近40年餐厅经验的Leroy告诉我 他每两天换一次油 但不是每个纽约餐厅都这样做 据Leroy的估计可能有半数的餐厅 只是将油过滤之后就重复食用 纽约餐馆用油在三年前也曾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当时是因为纽约市政府决议 推动禁决餐馆使用反式脂肪油 餐馆反弹的主因正是因为 加了反式脂肪的油可以摆很久又很耐炸 但餐馆不敌名义 两年前法案通过 现在卫生局到餐厅检查 有没有用反式脂肪是重点 但对多久换一次油并没有规范 因为有些没加反式脂肪的油 也可以用很久 所以格斯坦说多久换一次油不是重点 而是油色一变生时就应该换掉 旧油炸出来的食物颜色会比新油深很多 油滋味重很多也比较不脆 消费者小心一点就可以分辨 格斯坦建议 台湾应趁此时推动禁用对健康有害的反式脂肪油 对大众健康的保护更完善 而且不过两年的时间 纽约的达成率已经相当显著 其实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在台湾 卫生单位的鸡查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消费者的意识 如果我们大家都对回锅油很敏感 据吃回锅油炸出来的食品 那么逐渐的回锅油就自然会在市场上消失 DBA新闻范锡肥黄松浦在纽约泽作报道